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最後一位講師 是來自臺灣弱勢公司莫財樂的中越 他目前是生間遊戲開發的業務代表 他發起的作品有朝人指寶遺失 今天阿越要為我們分享 剛才這些公司Curcel的員工 他們也從手玩無桌遊 帶領大家了解歐史優勢 銀漢討舟上也實際有數位遊戲 開發今天的觀點 我們掌聲歡迎阿越 大家好 聲音還可以嗎 知道Supercell的舉手一下 現在積分超過3000分 在開始 那我拜一下 我自從爬不上去之後 我就決定氣坑 那還是衝著桌遊的名字來聽桌遊 還是衝著桌遊的名字來聽Supercell 是前者的舉手喔 難道是後者 衝著桌遊的名字來聽Supercell 好 我們今天沒有要分享很多 關於Supercell他們公司 就是營運啊創業啊那些心酸的議程 或是他們過去如何打造出他們那個Supercell很紅的王國 因為我本身也沒有在Supercell裡面工作 但是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在Clash Royale很紅的時候 今年5月3號的時候 Clash Royale才在台灣上市 那在在實現大概八九個月前 國外就已經上市了 只是台灣很慢 那那個時候其實從很多 國外的遊戲開發論壇裡面 你就可以看到 有非常多的文章在討論 不管從他的視覺界面的設計啊 還有他的遊戲機制怎麼去設計 還有他們公司怎麼營運 簡直就是一瞬間變成 國際間遊戲開發爆紅的一家廠商 有follow這些新聞的舉手 你看不少啊 大家應該對這樣的遊戲很有興趣 不過對他應該更有興趣 因為他們的山菜已經散散出來了 就像那個之前很經典的 Overwatch才剛出而已 對面已經有一個歷時億年開發 耗資1400億 對1400萬人民幣 那個原創IP 就發現裡面有大堆什麼 原師啊在裡面啊 這個如果你常看這個新聞 應該會清楚 好 我自己看 除了看這些技術性的文章 我還看到一段很有趣的故事 就是他說 Supercell 好 開發者們 會用一些非常traditional 就是很傳統 很複刻 很old school 的方法來保持 他對遊戲設計的敏感度 這個方法就是他每週二晚上 辦公室就會變成 桌遊空間 大概會有10到20位 員工 這個 這篇文章是寫於2013年的時候 所以那時候他的辦公室很有到 現在規模這麼大 所以10到20位 已經站成當初 他的Supercell 蠻大的盈利 他們會在公司辦公室那種茶水間 還有廚房裡面的廚櫃裡面 拿出一包有一大的作用 這些遊戲包括 一個神秘大的 夜色網路 派風保衛家裡 我在 在繼續下時間 問個簡單的問題 你們有 定期玩具有習慣的舉手 哇 這麼多 請問平均大概一個禮拜會玩幾次 一次的舉手 兩次的 好 那 是公司自己的色團嗎 還是 自己揪 自己揪 大家都是很 都是找玩家嗎 那 你稍微問一下 你對這四個遊戲 很有熟悉感 很耳熟的想要舉手 那你對我一下唸出來的遊戲 很有 很耳熟的想要舉手 第一個 阿瓦瓏 喔 這麼多 第二個 讓我一說出來 第三個 矮的 OK 那你本身是在做遊戲排拔 或遊戲設計產業的 很有舉手 好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 簡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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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象 就是 我沒有故意要比較 但是 你可以看到他們的作品 長什麼樣子 來看一下 這是他們家的那個辦公室 那個 Shouts 很像 去桌面裡面 看到的那個畫面 就是上面有很多 但是這是早期的Shouts 後來 我在2015年 他們錄盤 公司員 內部的 小溫論 他們內部員工的論壇裡面 他們有一次辦Party 我找到的這張資料 我把它 落架全部把它出來 開給大家看 可以來看一下有哪些遊戲嗎 可以稍微實現一下 沒關係 超多 超多 這一張他首份 所以沒辦法 但是 大概 有洞穴農職 有沒有 很少 small war 小世界應該玩過 圖拉甄有玩過 ban有玩過 有沒有 好 水餐寶石有玩過 也不少 也不少 再來 一口書 沒有 一口書 好沒關係 那 幾大幾幾 大家都懂得一下 Matches 好 我這邊稍微幫大家統整一下 他們大概玩的遊戲 簡單可以區分成怎樣 第一個 它大概裡面 屬於歐式遊戲的部分 就佔了55塊以上 屬於美式遊戲 就是比較注重情境角色版以上的遊戲 有30塊 那另外一個指標來分類一下 可以看一下 屬於比較複雜的策略類遊戲 大概有46塊 而屬於小品電檔型的Felder 小菜 大概有30塊 而屬於台灣的比較 通常在座店開起來 幾乎最好的遊戲 叫做主題辦理的 哈 店 只有15塊到13塊 這件事情啊 我分析過後 讓我覺得還蠻有意思的 這個意思呢 延續從上一次 TGDF我來演講之後 剛好跟國外的一般的店 還要把它做交流 有很深的感觸 就是國外開發者 他們不管是電玩還是左右 他們都是一個非常熱愛遊戲的人 而且遊戲甚至極高 那時候我們在幫Jesse 教他們的螃蟹片去 對於一個沒有玩過左右的 國外的電玩開發者來說 我們做了非常多的事前引導 可是他完全不需要太多的引導 馬上就上手了他那一款遊戲 剛剛我們聽潔心講 他的遊戲已經聽到快睡著了 因為可能不是很清楚那個什麼 鋼培火藥到底要怎麼做 可是那個國外的開發者 秒懂 而且他馬上知道要怎麼在這裡面做出 對別人很不利的決勝老實 你知道你沒任何嗎 天啊 我好像是變成生下來就是玩遊戲的 所以我們才會一直每天 有些人每天會發到Q5的視頻 就是發到Q5的視頻 對不對 好 然後後來這一段下面又有另外一段叫做 遊戲公司內部一位員工 剛好也是芬蘭所有社群床辦的 而這個XXXX他在說 我那邊試著念波蘭 那個芬蘭語 他很像日文 我試著念給大家聽 他叫做 Ta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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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他Taco就好了 我希望他不會聽到我這段音響 好 他自己也愛設計遊戲 他設計什麼遊戲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他的照片 一個很陽光的芬蘭人 因為芬蘭 一半的時間都是白天 一半的時間都是網上 所以難得看到這樣的陽光 外感很開心 那也是可以理解 如果你不知道芬蘭在哪裡行 哪行 哪行 那時候我們去做共鮮啊 這就是他設計遊戲 這不是一口說 他叫做Shinx Eclipse 他 遊戲難度 你先不要看 直接看遊戲世界的排名就好 這個 84.49 這個數據呢 還在增加到 他是全世界最大的桌上遊戲 那個資訊平台 叫做PGG Bored and Geek 大家可以查一下 裡面收錄的桌上遊戲 有84.649塊 如果你 覺得 終於有了 感覺了無其意的 試著去上面看看 保證你口袋馬上破洞 然後 偶爾 換我們現在Pickstar的 你口袋就是 直接根本就沒有口袋 怕 他在全世界的 八萬四千多年 排名前15名 這意味著什麼呢 解析那款剛給我要請問 現在排了第幾名 兩千嗎 台灣的做設計起步非常晚 能夠排到兩千八其實已經 超強 怕是變多 一千八 一千八 很強了 你看 八萬四千多款 請問你的Average Rating 是多少 Average Rating 怕是 重度嗎 沒有Average 就是評分 評分喔 7點 7點多 7點多 在這個 第一名啊 第一名的遊戲 它的 那個Average Rating 大概是8.5 你的遊戲在上面 只要低於6分 全部都可以成做Fund Game 所有的玩家不會去看你的遊戲 你要在上面做任何行銷 或是宣傳 Nonsense 沒有人會理應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設計是 它出四神定的遊戲 也不是出四神定 它做了好幾款 它從SuperSight裡面跳 從外 它開始做這樣的設計 它設計了這樣的遊戲 這款遊戲大家等一下可以很酷 它是一個超級龐大的 宇宙四類式遊戲 就是要去開發殖民地 然後在那邊殖民地建立你的控制區 然後再派你去對聚工廠裡面的新球 你是一個科幻仔幣的一款遊戲 然後你有自己龐大的科技術 可以升級你的健康科技 想辦法去贊持能力 然後不同的種族 它還有不同的能力 可以去跟別的玩家做活動 這就是所謂的大家口中的一口輸 好 一眼一隻 從上面兩個簡單的理解來看 SuperSight裡面的員工大概可以推順 他們就是GEEK GEEK是什麼意思 就是 怪他 或是 擺力擊強 就是超愛玩遊戲的 而且呢 敗家書非常好 請不要把那個認證念出來 你不會馬上誤 他就說 國際桌上遊戲敗家講 我們剛剛統計過他的遊戲 大概有100多套 這個大概不是一般人會收藏的遊戲數量 我自己家有300多套 但是你想想看 一個公司的社團 可以收藏大概100套以上的遊戲 而且不斷的在擴充 可見他們對玩這件事情 是有起高的信息 而且他們不只是放一堆 VR或是DS 或是Xbox 怎樣推出的 在那裡 他還放一堆左右 可見玩這件事 對他來說沒有分明 就是好玩 那這件事情 提醒 而且 他玩的遊戲 有幾個共同特定 第一個 所謂的 我們剛剛跟傑西啊 還有到現在 一直講到遊戲設計的氣勢啊 他其實跟電玩的設計 其實是差很 有一大一段 因為第一個 我們沒有電子界面來講 很多計算方面也沒辦法去除 你需要大量的遊戲 遊玩的經驗 才知道人家是用什麼方式 去把他的故事講出來的 所以你還找不到 那些關鍵的元素是什麼 這個東西很有趣 就是 其實在十九世紀 那個 大家聽過格林童話嗎 最典型的現代版格林童話 就是史瑞克 怎麼說呢 在十九世紀 十九世紀格林童話 他們格林兄弟在收集的 一些地方上 相間的傳說跟故事的時候 他們發現 很多故事在不同的地區 有不同的版本 可能 那個白雪公主 他是被 經 被那個 仿煞車刺到 倒下 然後 白癌王子來 親他一下 然後 城堡牆 他就把一些動作 換句話說 在十九世紀 還有 歐洲的那個 村莊裡面 那種 農村社會裡面 他的故事版本 不但非常多 而且常常 鬥來鬥去 平在一起 這種看音其實很像 豬遊客 他在做的一些事情 他會 引用一些很有趣的片段 加到遊戲裡面 不斷去 剛剛解析講到 增強遊戲的狀態 那 這些狀態 跟說不實的手法 就像 就是 目前必須整理出來的 五十一種遊戲的形式 那 大家也不要一看到這五十一種 立刻就 覺得 好戲份 應該去把它抓出來 有救 因為我私的告訴我 之前 去教的一些學生 結果他們 對這些東西 毫無感覺 毫無認識的 因為 這些機制是玩家們 透過大量的遊戲 整理出來的 就是 那八萬四千多款 都可以圍納在 這個五十一種機制底下 換句話說 我如果先學機制 玩的這種 遊戲怎麼玩的話 你還是設計不出來 明顯的 而且這些機制多元 機制結構複雜 他們互動關係 也非常複雜 那不是說 有一個講師 站在台上告訴你 三小時 你馬上就會 你沒有玩遊戲 大量的經驗 你沒有辦法設計出來 而且 開發時間 非常長 最近看到一個案例 叫做 曼哈頓計畫 這個曼哈頓計畫 它是一個很有趣的遊戲 我們是在 世界大戰的時候 要舉辦那個 就是各國之間 舉行那個 軍備競賽 誰先製造出 核彈那也是 威力強的 核彈就獲勝了 是一個 比賽做核彈的遊戲 他四年前 終於出了 終於開發了 擴充 四年後 的今天 也就是今年 才在 Kickstuff 正式目的是 還好有成功 四年前 他就已經開發 出Protai 的戰免車 所以他的遊戲設計 時間非常的長 這不是因為 遊戲設計師自己懶惰 或者是 他們不夠商業化 而是因為 遊戲 桌上遊戲的設計 非常的 露骨 露骨 怎麼說 就是遊戲 有分位 所有的玩家 迷孔都可以接受到 沒有人 會例外 換句話說 這二三 二到四年間 他不斷的想要去除 在這個遊戲當中 為他玩家體驗很糟的部分 還有數據上很調整 剛剛傑西那一款 螃絲電子 你開發了多少 他就花了兩年的時間 那歷史長流 四年前 剛培育何要 比較快 一年 OK 大部分遊戲開發的時間 在左右一段 大概是這麼長 而且 我們沒有一個team 開發的時候 都是自己的 他不像那種 大型的電玩公司 他們一個studio 裡面有 好幾十位員工 某些副的 做那個3D模型 有些人開始做法 射擊啊 或是怎麼樣 沒有這麼多的能力 而且 剛剛那一款遊戲 一局兩百分鐘 你打完一局 你會發現天啊 我剛剛那兩百分鐘 簡直讓它廢掉 為什麼 因為你可能 無法傳播這遊戲的策略啊 你的種族明明是 探索能力的強 可是因為你第一次玩 你覺得 應該讓你發展的艦隊 去打別人 來算分數 結果你就走錯方向 你的種族 探索這部分 你完全放棄 你就完全沒用到 但是兩百分鐘過去 所以 一個好的遊戲 會讓你 兩百分鐘過去之後 會期待下一個兩百分鐘 就像你打那個 偶爾瓦奇一樣 我吸過偶爾瓦奇圖 不知道什麼是偶爾瓦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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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的 好 你們來做地方 這是一個 那個 獨銷的聚會 大家都 等一下 這個 會聽完 回去忍不住 又吸一口 不要帶到你旁邊 沒有吸的人 真的很好 好 偶爾也在做這樣的事情 但是他不像那個 我們的那個 Superstyle 那個 Clash Royal 三分中一場 你感覺好像可以一直 玩一直玩一直打 只是他時間變長了 所以我 Clash Royale 要熟悉我什麼 時間點去防兵啊 還有什麼兵種 比較適合克服的兵種 我們可以透過大概 一個小時內 趕快驗證我們的想法 比方說 最近出了新的改靈 他把國法的那個 施展速度調低 調高 也就是說 國法丟出 法力的速度 越來越快 他希望平衡 他跟兵法之間的關係 這個東西 一改版之後 我們可以馬上 在一個小時內 打個大概幾十場 馬上驗證說 喔 國法是不是馬上 可以變起來 可是在做的裡面 一次就花200分鐘 來驗證 我剛剛那個種族 探索能力的人 這是所有的內力 也是他的極限 但是你要做左右 就沒辦法用手游的概念去想這些事情 因為我們之前 曾經使得帶過那個 遊戲設計系的學生 在做左右的開發 他的蠻腦子都是手游 他們沒辦法做出一個 讓你可以吸的左右 因為他蠻腦子都在後面 就開玩笑 好 而且還有玩家人士的問題 過去我們玩很多MMOR 理局 他是一個人數非常多的大型線上 角色扮演遊戲 可是左右裡面人相對沒那麼多 而且他跟我們熟悉的遊戲王 那種對戰概念又不太一樣 他是兩到六人之間的內戰 就是那種正式關係 這個關係是什麼很簡單 只要最近有看過那個 Cersey燒掉一堆疼的那個就知道了 知道Cersey是誰的 冰淵火師哥 在冰淵火師 還真抱歉 你們來看 好 對不起 冰淵火師哥 好 是別人劇透給我 是不是 好 因為我師哥有幾個王國嗎 像那個誰 Cersey 他已經準備回京北上 覺得 有報復嗎 所以在遊戲裡面 他就很像 幾個君主在帶領他的部隊 想要跟別人的部隊 所以他發現 每個人的實驗部隊 比較趨於正式關係 在政治關係的活動當中 你想要好好活下來 你就要懂得去判斷局勢 而且你絕對不會是 喬治瑪的一份 你沒辦法隨心處理 就想要殺誰 就殺誰 你是裡面被殺的那些人 所以 所有跟M.O.R.P.也不一樣 而且他也不是對戰 曾經很多開發主委的人 一直在整天在想對戰這兩件事情 然後就是像解析這樣 很多人就是 喔 我看你第一刀 看你一刀 寇死定型了 然後等一下他會 定型回來 這樣子不斷拉折 這種東西在做裡面 真的非常的無聊 因為 這其實數學上 加加簡潔 沒有必要 一直考驗大家的數學人 對啊 所以 對於 桌上遊戲跟Supercell到底有什麼關係 其實 觀點性很強 好 我現在看一個畫面 這是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 我以前列到A8 可是 分數一直上去 所以最後 份額彈掉了 這是昨天重新灌回來去抓的 好 好 在哪裡 在這裡 還記得這個聖水條嗎 他最近 為了增加大家 稍微減低大家使用那個聖水收集器的機率 他把範圍法術也可以去影響聖水收集器更多 好 這個概念 在遊戲 在作為裡面 其實很常見 叫做行動點數分配系統 這個行動點數分配系統 跟剛剛結束講的那個pandemic 也就是疫病危機裡面 科學家要去救世界的概念 其實很像 在那個遊戲裡面 玩家只有一點點的行動點數 比方說輪到你 你是研發人員 就只有四個行動點數 簡單來說你可以做四件事情 做完就要換別人 那這四件事情要怎麼做 隨便 其實就很像 這四件事情你可以 放Purro或是放哥布林 或是當然水沒 水都不是一點 就好像你知道四滴水一樣 好多分配 這個水要怎麼發 只是在那個Gash Royale裡面 他的水會不斷補充 可是在那個pandemic也是一樣 下一次我到年的時候 你還是四滴水 你可以重齡分配 再仔細一點解釋 這款遊戲我直接講完就可以玩了 這是一款聰明判險遊戲 叫做提卡爾 提卡爾是位於中美洲的一個 很重要的瑪雅文明的遺跡所在地 那你是一群判險家想要來看 看看這邊的神廟裡面還沒有保障 那你可以做什麼 首先 這邊 這邊就是告訴你 每個玩家圈到你的時候 有十個行動點數 有沒有發現很像除了誰啊 買的時候就死滴嘛 通常是等到聖水的時候 不是 等到聖水滴到死滴的時候 一次打出combo 打看有沒有手腳 也有一次的感覺 接著呢 你可以花一個人 花一個行動點數 就進帳 再來 你可以 每一個磚塊 這邊地上的磚塊對不對 你如果要派你的騎士 移動到下一個磚塊 只要磚塊上有畫的 你就要附一個行動點數 換句話說 我要從這一個六小時 移動到上一個六點下 我要花兩個行動點數 再來 有可以挖往上的 你要花兩個行動點數 所以這是探索什麼樣 挖往上要三點 再來跟別人換往上 三點 然後呢 在比較遠的地方 去安插移動上 花五點 再來 去站立做神廟 要花五點 這些行動呢 都是for free 什麼意思 你自己要決定 這十點怎麼可能 還是隨便 你可以先去蓋神廟 先去站神廟 再移動到別人 你要怎麼做隨便 這樣子的概念 其實很像 當我們在講那個開箱主流裡面 不要先派一個兵出去 只是你的選擇 稍微少一點 只有四個選擇 開出來就是神廟 然後先打 巨人 先衝浪拳 還是先放槍 槍槍兵之類的 那這邊概念就是這樣 這個東西講完了 其實你已經會玩這個遊戲 為什麼 因為這個遊戲這樣 你只要懂這張錶就可以玩 就跟開箱主流一樣 我都知道 懂那些東西 只是 困難在 為什麼決定這十點要怎麼花 好 從這一點看出來 我們那時候覺得想 其實Supercell 它在設計遊戲的時候 可能有參與到過程遊戲 當然這句話 無法驗證 也是一個特色的 但是 不得不說 他們有玩所有的傳統 還有會自己設計所有的遠空 他們要設計出一個不錯的戲 對他們來說 應該是很有參與的依據 而不是 憑空想像跳出來 我有確定 手遊裡面也沒有類似的概念 但是 這是他的遊戲 只是我們剛剛講 這個 也排到一百多米以前 也是一個超級好遊戲 對啊 是個人最愛的 好 呃 先去做一個電影的找到 好 這個桌遊很大 現在開的桌遊店 有些是比較新的 有些桌遊店上個月就大了 沒有機會 沒有機會 好 所以 其實 讓我們有再次 還有每次好好試 然後這些機會的概念 其實是左右 這是為什麼 剛剛 那一份報紙 會用傳統的方式 來尋找更多美感 或是機會 的原因 會有那樣的事情 其實歐式遊戲 他們的傳統 其實電話跟桌遊 其實沒有分得很開 如果有到偶爾去過 我們之前曾經去過 更重要的是 桌遊裡面 他的機制和結構其實 他還會找到一些賢別的畫畫 就像剛剛寫實講 大家一下子 可以懂 而那些超級的議員 也就是我們剛剛 內訓開發的 他們 要的並不是 所有的幻名的IP 如果你 如果你對這個概念 不是很熟悉嗎 麻煩回憶一下 去年 雷亞他們 發表好 還沒有 你就會知道 他們為什麼要追求 這樣的景色 景色 因為他們只會說 try to surprise me 不讓我們覺得有心意 不要一直用換別的老根 這個是所有人 他們追求的一個概念 就像我們在設計遊戲 我們不會 因為 剛剛那個 提卡爾很好玩 我在設計一套 那個長城探險 然後用什麼樣的形狀 那個對設計師來說 是一個 羞辱 你完全沒有設計的才華 根本不適合設計所有 就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去年去德國 參展的一些經典的反應 為什麼歐洲人其實看起來 很喜歡願意玩遊戲 首先是這個法國媽媽 這個法國媽媽 她自己的收藏就500套遊戲 五百套遊戲是什麼概念 我自己 目前 玩 所有玩十年了 到現在也差不多五百套 過往更多 稍微多遠 所以她家就五百套 而她的年紀是五十三歲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家中 會念你的那些長輩 年紀是不是跟她差不多 這些事情還蠻驚蟲的 我聽她這樣跟我分享的時候 我立刻想要我媽 因為她是年齊 就跟我媽一模一樣 當我媽會退休的時候 她反正她退休要做什麼的時候 這個法國媽媽在世的時期 我不知道 我們的長輩好像對自己的生養規劃 沒什麼概念 所以才會擔心阿珍海諾症 結果我在她身上看到一件事 阿珍海諾症的報告 我擁擠了她 因為她 她說她每週固定有一群朋友 年紀跟她差不多 就只有五百 一三五百 再來 遊戲開發的人 應該是當著 就是說瑞士玩 瑞典玩卡 瑞典在本海的附近 她來我們盤位她跟我說 她們國家現在確實 一天只要上班六小時 而且每個月 就是每年有一個月的年假 你可以那個 你可以那個 儘量放假老闆也會管你 而且你休假休得不夠爽 你可以醒乎醒假 老闆你不會說第二句話 或是等你回來把你翻掉 沒有 而她的工作是 幫遊戲公司設計Protite 或是幫你測試 除此之外 她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網 這件事情上 這也解釋了 為什麼Pulipide最近開始流鼓子 有沒有 因為Pulipide她最近 她剛好還是銳眼的 她甚至告訴我 她們國家的國名只有七百萬人 很歡迎亞洲人移民過去 但是請確保 你不要長得跟 敘利亞的朋友很像 因為最近她們對敘利亞 東東南部非常的敏感 她們甚至把別境關起來 她們也有東東社區發生 很嚴重的那種社會事件 不過我在問她的時候 她還蠻歡迎大家移民過去 其實我們去年去的時候已經 歐洲的移民已經 正在高峰了 我們在柯爾摩還有法蘭克福 都會感受到那種 歷史的感覺 尤其是我們一開始去到牛的包的時候 那個地方更靠近一年來 牛的包是屬於 那個德國東南邊 一開始去感覺到處看的眼神都不太對 甚至到今年我們再去一次的愛神 就是全世界所有玩家勝利 的時候 我們要用Airbnb租房子 我問了 ASM附近所有的租房子的房東 沒有一個接受亞洲人 全部打槍 這應該不是我的問題吧 我應該 就算我人品再查我 Apply這麼多間房東 每一個都打槍我 那也太糟了 這件事情告訴我一件事 怡尼這個問題 對歐洲的事情極大嘛 就是這樣 好 再來這個 俄國上行 他們也超愛我的 他幫他自己過來 他我們那時候辦了一個活動 就是 如果你在我們的茶灣C遊戲裡面 請拜我們 我們免費送你一盒 這個少年四天以來 每天都來 第一天慘敗 第二天慘敗 第三天慘敗 第四天我們看得下去了 每天偷放手一下 不然 我擔心 我們回國他就會寄醒來 We really enjoy your day Could you please give me more chance I am sure we will meet you at the next episode 好 這樣很恐怖 好 再來更狂的是 最右邊那個 白家是不是 就是媽媽不在的時候 媽媽會帶給我 但是也不要太驚訝 國外的在馬遊戲 就是用這種大型鬼蛇在馬 他跟我們去做 我覺得台灣人去做的也太一樣 台灣人去做的也太一樣 台灣人去做的也 我曾經 他曾經有一個所有店的朋友 他就在拍作邊他說 他有碰過很扯的例子 有個客人纏著他整個下午 介紹五款遊戲 一款都沒買 就走 那個客人已經學會 五款遊戲的玩法 超強烈的對比 我們去國外 參展的時候 那些超級teak是拿著清單 也就是廠商攀位清單 過來攀位說 我要鋼皮的國外 然後我們就會問他說 取消交你怎麼玩 鋼皮的國外 他完全沒有 遊戲是要怎麼玩 給我一個 買了就走 他們是去那邊騎這攤購的 沒有在跟你說 阿 試玩阿 或是問一下遊戲好不好玩 沒有甚麼事 騎回的熱愛遊戲 沒有說還要退休 有一個設計師 他就是電力同式的設計師 他也來我盤位買我的茶碗子 我說 欸 要交一下 他說 不用了 我還要去別攤買遊戲 立刻拋棄 說 給你錢 趕快把遊戲給我 就是那個辛苦生的樣子 對 就那種感覺 所以 那我講那麼多國外的事情 你可能會想過 身為一個開發者遊戲設計師 你開發者 Surprising 一下 好 我們今天也適合做類似的事情 就是 我從2014年以來 我就已經設計遊戲到現在 然後接下來可以去網 在那邊開一個盤子到旁邊 就參加自己設計 中美的旁邊要喜歡 這個遊戲呢 他也是秉持著類似的精神在設計 我們想要surprise國外的網家 所以今天去東京做展的時候 當我們直接Present給國外的廠商的時候 已經有三家廠商立刻要簽約了 而且他們要排隊 就是 才Present完 我們帶一個很重的ball time 去國外 餐廠給他們玩玩 他們就立刻要簽約 然後 這個是莫斯的頁面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 講那麼多 其實只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不管你是電玩開發者 還是以後想要做遊戲設計的開發者 也許我們可以跟Supercell學一下 像Supercell那麼愛我 下一款很棒的IP 也許會在台灣展現 不會這麼快就消失了 雖然 Supercell他的遊戲 可能還有一些隱藏的缺陷 我自己也很完結 很穩定 但是 他們都這麼願意玩所有 也許我們身為台灣開發者 可以更穩定玩一些所有 或是像我自己 我自己也 因為我是開發所有的設計師 所以 我自己也很愛玩電動 所以像 最近很紅的遊戲 我幾乎都不在發熱 不過還好有一些事我沒做 就是我沒吸毒 因為你知道我吸毒就是State 為什麼 這件事情 就翻在爆腿一把裡面 爆腿一把裡面 最令人詬病的就是 也不是詬病 就是最創新的設計就是 你的等級跟隊友一樣 你通常是隊友 你的等級就完蛋了 然後通常 就算你走位啊 操控再強 你的等級差 你通常 對手等級高 你還是被跌起來 我為了這件事情 爬上片子 之後我就把套學給看 你如果發現 那個英雄別戰 每次配到隊友 關鍵都差太多了 然後你單排或雙排 風情都超高的 雙排也是消耗兩個人的時間 然後排到一個關鍵跟天差地 那個關鍵可能是 他覺得打 爆血一把 要跟MOL一樣 突然去刷冰刷經驗值 真神奇 這樣才能排到天地 對 這也是這個概念 結果自己 也覺得 如果我是作為一個開發者 我會肯定是樂意去玩電動 像最近玩了奇力戰 還有最近趁著Steam大科進來 又不想到我口袋過 我去抓那個巫師3 還有巫師2 都把他下下 就是買下 因為巫師2太便宜了 只要七十塊台幣 我女朋友花了一些五百塊 買了奇力戰寶 那個野蠻紀元的那個 演藏版有那個 劍齒那一版 然後他聽到我去買巫師2的時候 很驚訝 蛤 你怎麼是偷買電動 我說我只花七十塊 結果就沒有被罵他 這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啦 身為開發者 大家可以多花時間去玩遊戲 或者是埋伏不敢做那些設計的事情 因為只有你享受在遊戲裡面 你做出來的東西 才會有機會去驚訝別人 這是我自己給自己的一個期許 那關於遊戲開發的氣勢很相關的 由於這個時間實在太短了 只有30分鐘 如果各位想要理解 或是去開發好彼此這款遊戲 也許來年或是未來有些場所 我們可以去跟他做更深入的討論 不然像解析這樣他只介紹一下 所以要開發 好 謝謝各位